百度贴吧有个流浪吧 巴里大多数是漂泊四方的年轻人 除流浪生活 也经常有人讨论安家买房 李海端端去看两年房 今年五月他打算去鹤岗买房 在贴吧发了帖子全程直播买房过程 就在他看房第八天 他签下了新房合同 总价五万八 两室一厅 这在十一月份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 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国内的一个前不久 讨论的比较热的一个话题 因为看我这个视频 可能大多数是海外的朋友 一个就是南方 好像是浙江那边的朋友 他由于是一个自由职业 还是就是休半年 或者上半年班的这种 他就在鹤岗用五万多块钱 买了一套房子 哈尔滨就是黑龙江的鹤岗 然后就引起了广泛的热议 就是很多像自由职业者 或者是像一些网红 他们该不该就是去这种五线城市 去养牢也好 去休息 因为房价很便宜 我也去过黑龙江 虽然说我没有到过鹤岗吧 但是我有好朋友在加姆斯 在牡丹江 那边的人基本上都是 无论是考学还是工作 都在努力的离开那边 而且我去过加姆斯 加姆斯是一座 基本上没有年轻人的城市吧 然后房地产呢 可能也并不像 这个这篇文章里宣传的 这么的便宜 可能有一部分是 为他们那里的房地产 进行宣传造势 我看了一下这篇文章 因为这篇文章很火啊 在国内 就是前几天的事 大家呢可以到视频下方呢 去看一下 我把它那个链接贴出来 那个南方人在鹤岗 买的那个房子 它应该是 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商品房 首先我看到就是 它那个卧室 你看都是 卧室和客厅 全部都是用那种厕所和厨房 我们厕所厨房用的那种吊顶 那么这说明什么 可能是说明它的房子 上面是漏水的 那为什么漏水 那就是顶层呗 而且从它窗外边看到的景象 我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没有电梯的房子 那这种房子 在北京来说 都是不适合老人去住的 也就是说 它的房子很可能是顶层 没有电梯 而且是有漏水的情况 这样一算下来 我觉得就是五万多 买一套房子也有可能 还有房本对吧 但是买不到非常好的一套房子 就只能是一个凑合能将就住 而且可能不适合 多次转手的那种商品住宅 也有可能是棚户区改造房 就是说属于那种经济适用房 鹤岗是一座煤炭城市 但是煤炭由于过度开采 最近几年已经是没有太多的煤 可以被开采出来了 它是一个比较没落的城市 就像我经常也会在河北的 离北京很近 紧隔一条河的河北这边 住过一段时间 我会发现 其实这一条河 虽然从地理位置 就是河北和北京 离这个市中心都很近 但是过了这条河 就感觉到这边 无论是从经济 还是各方面吧 都远不如北京那边繁华 那么我也去过 就是东北的一些城市 哈尔滨 长春 再加上大连吧 这四个城市 还算是在东北 比较有人气的地方 那么其他的一些县级市 或者是地级市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年轻人了 就观察到一个 很崩溃的事情 就是因为东北 它是比较靠东 但是中国是一个时差嘛 所以他们在夏天的时候 早上太阳出来特别早 就基本上是在三四点钟 凌晨三四点钟就天亮了 然后晚上天黑的时候 冬天尤其是 它天黑得特别早 基本上在下午三四点钟 就要天黑了 因此会有一个 很崩溃的现象 就是东北基本上 就到这个季节 四五点钟 基本上街上就没有人了 无论是大还是小的城市 就是它的夜市 基本上是在五六点钟以后 就关门了 所以说很多南方人 出到东北 去到那边生活 是非常不能适应的 那边的就是时差问题 或者是夜市的热闹程度 是远远跟这个 你所在的那环境 是没有办法去比的 所以就是可能你半年 都要在这个屋子里面 去过冬 因为他们那边 冬天也来得很早 去得很晚 对吧 有的人可能会说 说我在那边买房 我就是天天上网 我接触到的是 SOHO办公嘛 不就是跟当地的一些单位 或者是部门发生一些关系 但是以我看呢 就是因为人 它毕竟是一个社会的动物 它是需要跟这个社会 去接触互动的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 就在家里待着 半年都在屋子里边 永远都是和网友 或者是去和这些 所谓的粉丝 去聊天沟通的话 待久了也会 就是患有这种 患有这种抑郁症 真的是这样的 因为你周围没有 任何一个交心的朋友 这样是不行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鹤岗 或者像其他类似的 这种偏僻的城市 你买了一套房子 到那里去居住的话 你会很郁闷 没有人跟你去说话 出去以后 你的朋友圈 你的交际圈 完全不在这个城市里 那么待久了以后 你是无法在这里 去生存的 那有人可能会说 那我就先买一套房 放在那里 或者是出租出去 我赚房租 这个我也很值啊 对不对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在这种小的 无限的 你从来没去过的城市里 去买房 或者是 把房子放在那里 像取暖费 如果你不交的话 这半年你是住不了的 如果你不交 还有一个 就是你要把那个 地暖里的水抽出来 这个也需要一定的成本 和你来回来去 要折腾的这个成本 对不对 就是你要到那个城市去 你看着那个人 去把这个水给抽出来 然后你再回来 这个交通成本 你不能忽略 然后呢 你想出租 我想说的 就是像这样的 没有年轻人 或者年轻人 很少的城市 租房 基本上没有市场 因为那里的人不缺房 而且那里没有什么人 所以你可能挂在那里 就是很久很久 都没有人去看你的房子 对不对 就是你租也租不出去 而且像 这种租金 因为它没有这种市场的话 它租金会很低 要得很低 你的这个房价 跟这个租金的这个比例 会非常的不协调 也就是说 你可能租四五十年 你都回不了你这个 本钱 就是购买这个商品房的本钱 还有一个就是 在这种经济环境下 如果你想投资 到这种五线的 没落的 没有人的地方去投资 买这种商品房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人 会接你的盘的 知道吧 而且现在的房地产 基本上也不会从这种 五线 四五线城市 开始能够往上走 所以我看到这个 就是最近这个新闻 也包括半年前 也曾经报过 就是鹤岗的房价 是全国最低的 但是我想它低 它一定有低的道理 知道吧 而且我感觉就像这种 就是相对没落 年轻人都不在的 这些城市 它的房价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那么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现在 人口也在老龄化吧 房子呢 也严重的过剩 所以呢 这种情况只能在未来 是越来越严重的 我是不太看好 就是去东北 选自己的什么一套房子 去那边去生活居住 有机会 其实我带大家去 看一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我也做了一些 相关的类型的 就是走访类的节目 那么我可能会在 接下来的几期呢 给大家呈现一下 那么你觉得就是说 像在中国的这种 五线城市啊 有的是在甘肃 东北 或者是去宁夏 购买这些 这个房子 虽然很便宜 但是你觉得 它是一种陷阱 或者一种炒作吗 咱们项目位于锦州 白沙湾海滨住驾区 您听说过锦州吧 咱们锦州是和东北河 葫芦岛同属于阳明省的 咱们项目也是专门为 北京客户打造的 一线海景住驾社区 从北京坐高铁 两个小时直达 机架走进化高速 四个小时就能到 咱们项目 紧邻白沙湾海滨住驾区 大型的购物中心 以及十多所钢校 对山灭海 非常适合投资和度假的 那适合呢 为什么你不在本地找人呢 干嘛要打到我这儿来 您是没有购置海景房的需求吗 我们有两天一面的 抉碎品团 车车接送 包吃包住 全程抉碎的 因为比我们远 两三百公里的龙口 都已经卖到八千亿了 所以咱们居家 现在的价格优势 还是非常明显的 嗯 七房是吧 喂 我今天就简单的 跟大家聊一聊 鹤岗五万块钱买一套房 到底划不划算 有没有可能 值不值得投资 我是怎么看的 那如果你也是生活在 这样类似的小城市 我也希望 你能够踊跃地 提出自己的观点吧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感谢您收看 我是小叔 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